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雁铭 继续给大家播讲苏俄的迭海群英 上面几集呢,为大家讲了 契卡,也就是格鲁乌 在红色苏俄早期 对反对红色苏俄的几位主要对手的情报活动 那么除了我们所讲到的 领导星期二行动和信托行动的普吉斯基之外 那么还有不少优秀的情报员 被抓捕三文科夫和赖利利下来打工 今天这集呢,我给大家具体讲讲 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在星期二行动和信托行动中 表现出色的苏联格鲁乌情报员 安德烈·帕弗洛维奇·菲多罗夫 菲多罗夫呢,他是在1888年8月26日 出生于沙皇俄国 叶卡接连诺斯拉夫省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从两年制的乡村学校毕业之后 他就进入到了马里乌贝尔中学 1905年因为参加学生罢课运动 而被中学开除 后来呢,他又在1909年 进入到了奥特萨新罗西斯克大学医学院学习 在大学学习期间 他参加了社会革命党的活动 因此呢,被大学开除 并且被驱逐出了奥特萨 1910年,菲多罗夫进入到哈尔科夫大学法学院学习 1912年,他因为参加抗议金矿处决工人的罢工 而被大学再次开除 并且被驱逐出了哈尔科夫 之后呢,他住在高加索地区 1915年8月,他应征入伍 一年之后,他从莫斯科亚历山大军事学校毕业 并被派往驻扎在土耳其斯坦的西伯利亚第五团 担任少尉 在复役期间,他就开始在士兵中 进行革命宣传工作 并且当选为团士兵委员会委员 1917年,他积极参加了俄国革命活动 他支持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之后 支持红色苏维和反红色苏维的武装力量 发生了激烈冲突 随着白卫军抵达土耳其斯坦 菲多罗夫作为支持红色苏维埃的人员被捕 不过因为他身患重病而得到了释放 他设法前往叶森图击接受治疗 并在那里参加了地下的共产主义团体的工作 1919年8月下旬 邓尼金的反情报机关 发现了红色苏维的地下活动 在他们所控制的区域的活动的踪迹 菲多罗夫再次被捕 白卫军的法院以共产主义宣传罪判处他死刑 不过当时邓尼金对于支持红色苏维埃的人员 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宽大的政策 所以同年12月底 菲多罗夫被赦免 并且被送往了一个白卫军的警卫联 接受再教育 不过1920年1月 他假扮成一位马车夫 成功脱逃 到达了迪比里斯 开始担任红军第十集团军 反情报部门的成员 1920年到1922年 菲多罗夫在高加索地区担任专员 之后呢 又担任情报部门的特别负责人 1月22年 他再次被派往迪比里斯 之后呢 他一直担任外高加索 七卡部门的负责人 当苏国内战结束之后 战败的白卫军避难于西欧各国 还有就是在土耳其 巴尔干半岛 以及中国东北等地 仍然梦想着再次组织一场 针对红色苏埃的远征 所以呢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 格鲁乌 也就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他们的工作重点 就开始放到了 打击白卫军移民的身上 但这就意味着 要在海外进行大量的反情报工作 当时格鲁乌缺乏熟悉情报工作 并且会说外语的 合格的情报工作人员 1922年 菲特罗夫作为 曾经在白卫军中 有着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 情报官员 被调到了格鲁乌中央办公室 他首先到海外去担任秘密情报官 然后又担任反接连部门的负责人 他是之前所讲到的 信托行动和 星期加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 本来格鲁乌 他只有信托行动 目标呢 是萨文科夫和英国间谍 赖利两个人 菲特罗夫在加入到 信托行动之后 他就前往海外 试图能够见到 萨文科夫和赖利 不过呢 他最先见到的是赖利 在与赖利的会面中 赖利就试探了 菲特罗夫 这位来自莫斯科的信使 在会谈中 赖利就表示 他本人不介意 访问莫斯科 菲特罗夫回到苏俄之后 就向杰尔人斯基 报告了这次谈话 他建议 把萨文科夫的工作 从信托行动中 独立出来 代号为 星期第二行动 所以从这个时候起 才有了专门抓捕 萨文科夫的 星期第二行动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虽然白尾军 在苏俄内战中失败 剩余人员呢 移民到了海外 但他们并没有解散 而是要试图维持 他们的组织 在很多的欧洲城市 都形成了 俄罗斯 白尾军移民中心 他们主要的协调者 是由弗朗格尔将军 所领导的 俄罗斯联合陆军总部 简称ORA 1924年9月 在ORA的基础之上 俄罗斯全军联盟 简称RVS成立 这个组织拥有自己 在海外的军队 有仓库 武器 甚至还伴有军事学院 军事学校和学生军 几乎所有著名的 流亡海外的白尾军将领 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他们坚信布尔什维克 不会长久的执政 所以他们试图 和所有境内的 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 建立联系 准备起义 而海外白尾军的 这些活动 虽然就给红色苏俄 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因此格鲁乌 当初的结论就是 红色苏俄面临的主要威胁 就是来自于海外的 白尾军组织 所以必须采取措施 瓦解和抹黑它 1月21年5月 俄罗斯君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在德国召开 格鲁乌代表出席 经过激烈的辩论 他们选出了 由前国家杜马议员 尼古拉马尔科夫二世 所领导的 最高君主委员会 君主主义者的领导人明白 若没有来自 苏俄内部的支持 他们将无法推翻布尔什维克 此外他们也清楚 在苏俄境内 必须有秘密的 反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存在 这样协约国才会给他们 提供财政援助 1922年初 格鲁乌就镇压了 在苏俄境内 地下反苏的 俄罗斯中部君主主义组织 简称MOCR 从那些被逮捕者的政策来看 这些人和国外有联系 这个组织已经被清算 但是因为严密的舆论封锁 海外的白卫军 根本不知道这个消息 所以格鲁乌的领导层 决定利用这个组织的 所谓高层 与海外的最高君主主义委员会 进行作战博弈 从而加以渗透 以便抓捕那些海外对红色苏外造成巨大威胁的对手 就这样信托行动开始了 那些海外红色苏外的主要对手 因为他们深刻的知道 苏联境内必须要有反红色苏外的地下组织存在 他们的反抗才有意义 正是因为这个必要条件 所以他们始终相信 在红色苏外内部 仍然有地下反抗组织的存在 这就让他们上了格鲁乌的圈套 为了以游那些目标的上钩 当时格鲁乌 为了构造这个根本不存在的 反红色苏外的地下组织 MOCR 费尽了心思 如何将MOCR存在的消息 传递到国外 MOCR的这些虚拟成员 到底应该如何的建立 这些虚拟的角色应该如何的分配 格鲁乌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以至于当时海外的这些 反红色苏外的主要领导人 像前大公尼古拉耶维奇 君主主义者库杰波夫将军 萨文科夫 赖利 他们都逐渐的坚信 MOCR的存在 不过要想让萨文科夫 这位曾经的暗杀大王 建立起这样的信念 是非常难的 而在此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 正是菲多洛夫 抓捕萨文科夫的新加二行动 实际展开的起点呢 是在1920年夏天 当时萨文科夫的亲信 亮尼德·谢申亚 在非法越过波速边境的时候 被拘留 他当时执行的任务呢 是要和与萨文科夫有合作的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居民 恢复联系 被捕之后呢 谢申亚很快就答应和契卡合作 那么紧接着在苏尔境内 和萨文科夫有所联系的 一批地下组织的成员 都被契卡抓捕 他们也都答应加入到 新加二行动 有了这些准备 那么萨文科夫 诱骗回俄罗斯境内 加以抓捕 就时机成熟了 那么到底应该派谁 去把萨文科夫 诱骗回俄罗斯境内呢 那么这个人选最后决定 就是安德烈·费多罗夫 为了让费多罗夫 所扮演的决策 具有说服力 所以趁着萨文科夫的特使 福米切夫 抵达莫斯科 契卡呢 就真的安排了一位 反苏维埃的地下活动分子 来自基辅的教授 伊萨琴科 和福米切夫 进行了会面 而费多罗夫 也加入了其中 这样就让福米切夫 对于费多罗夫 反苏维埃的身份 深信不疑 接着呢 契卡就秘密安排 福米切夫 得以返回了波兰华沙 一路顺畅的福米切夫 自然就对完全虚构的 自由民主党组织 充满信心 很快在他的安排之下 1923年7月11日 费多罗夫 就在福米切夫的陪同之下 前往巴黎 和萨文科夫 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这样的会面 召开了好几次 每次呢 费多罗夫 都让萨文科夫 越来越相信 自由民主党 是一只真正的力量 那么费多罗夫的 杰出表现 就让萨文科夫 和他的那些亲密属相 对他越来越相信 不过这其中呢 有一个人始终 对费多罗夫 是怀有疑虑的 那么这就是 萨文科夫 以为左膀右臂的 反情报工作的下属 巴普罗普斯基上校 他对费多罗夫 始终不信任 甚至呢 曾经用枪指着费多罗夫 进行凸形的检查 想看看费多罗夫身上 有没有疑点 但是机制的费多罗夫 总是能够化险为异 就这样最终 萨文科夫 在费多罗夫的 诱导之下 回到了苏格境内 他一进入到 俄罗斯领土 就被抓捕 然后被压到了 莫斯科的 卢比安卡监狱 在审讯的过程中 萨文科夫 对于费多罗夫的 结束表现 提出了赞扬 输得心服口服 因为在抓捕 萨文科夫 行动中的 结束表现 费多罗夫 在1924年 被授予了 红旗勋章 之后呢 又被授予了 契卡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荣誉工作者勋章 格鲁乌内部 对费多罗夫的 评语是这么写的 费多罗夫 在萨文科夫案的 进展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项工作中 他表现出了 前所备有的 主动性 和勇敢精神 根据我们的指示 他被通过波兰 送往巴黎 见到了萨文科夫 他屡次冒险 在危急时刻 表现出了 勇气 机智 和毅力 后来在1933年 到1937年 费多罗夫 是列宁格勒 内务人民委员会 和列宁格勒地区 情报部门的负责人 1937年 在列宁格勒 就爆发了 震惊全俄罗斯的 谢尔盖基洛夫谋杀案 而由这个案件 就引发了 席卷整个苏联的 又一次肃反的浪潮 关于基洛夫谋杀案 至今 仍然有很多 扑朔迷离的疑点 而在刚开始 负责这个案件的 正是以费多罗夫为首的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 安全官员 因为他们在斯大林的眼里 是知道了 不应该知道的细节 所以呢 这批安全官员 全部被捕 面临着荒谬的 间谍指控 1937年9月20日 安德烈菲多罗夫 被判处死刑 并在同一天执行 直到1956年4月14日 苏联最高法院 军事委员会 才给予他平反 在苏联的大诉反中 有相当多的 极为优秀的 情报和反情报人员 没有死在对手的手里 反而死在了自己人的 前后之下 我已经被判处了 多久了